接下来我们来看民国83年这一题联考题 他说已知土星绕太阳运转的平均距离 约是地球绕太阳运转平均距离的十倍 则土星绕太阳一周需要几年 那这个题目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科普勒第二定律 有一点不太一样 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土星绕一圈到底要多少年 其实这个隐含跟一个东西的比较 就是跟谁的比较呢 跟地球的比较 所以我们要利用科普勒第三定律 那科普的第三定律 T平方分之R三方是定值 那我们就跟谁比呢 跟地球比 所以我们写T土平方分之R土三次方 好 等于T平方分之R第三次方 那我们现在就把数字带进去 好 那现在题目呢 这个并没有限定单位 那我们把地球呢当作是一个基准值 地球的周期叫做一年 所以我们这里写一 地球的平均轨道半径叫一个天文单位 好 我们这里也写一 那他说土星的平均距离 是地球的十倍 所以十的三次方 这里是一的三次方 那这里T土平方 一的平方 所以OK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土呢 结出来 所以一向过来 T土呢会等于多少 T土平方等于一千 所以T土就是一千开根号 这样算出来就是多少 这样算出来就是十根号十 所以考试如果考这个题目的话 那其实在考大家怎么样 这个是送分啊 好 让大家习惯一下 这个科普的第三定律的运算 那等一下呢 你听完以后呢 你自己在讲义上来写一次 好 那我不懂的部分呢 再回头看一次 这样会有最好的学习效果 感谢观看